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 你就是向李高诚坦白了也没用 明白吧 那也减轻不了你的罪责 恐怕李高诚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就永远不会说话 怎么 你们想杀人 出趟远门 上哪儿啊 可能 要出趟国 大约要两三年 长了 也可能四五年 玉莲姐 我这一走 高诚和孩子们 我实在放心不下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可靠 明明和美美 从小都是你奶大的 高诚的脾气比性 你最了解 这说走就走 这么急啊 跟李市长商量过了 商量过了 我们都希望你回去 我的这个家 我的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很多人都动手 微月出嫁 明明结婚了 我可能都回不来了 一连结 一连结 你就答应我吗 妈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听着糊涂 一连结 你答应我吧 别哭了 那都用不着 不过我告诉你 一个在监狱里成天喊着反腐败的人 谁不说他是个疯子 这世道有人信疯化吗 你们呢 你们他妈的没那么大的张成 净他妈下吹牛 做梦娶媳妇 她最贵的吧 跟我说说 你们打算什么时间把李高成逮起来啊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说万神老弟啊 这个时候谁急啊 谁心里没底 谁不露声色 谁就最后成事 这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现在最怕的是谁吗 能告诉我吗 怕谁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李高成 你根本不了解他 他是骨子里冒冷气 金窝子里藏刀 临死也能把你拽进棺材里 就是死了 阴魂也会罩在你的床头上 你没看他的面相吗 他是两枚之间还藏着一只眼 什么 我心里 郭忠祥 你他妈的要干什么 什么都不想干 想活命啊 李长 我 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刚才接了超万山一个电话 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大叔要到了 白虫出血 魂亚争飞啊 李长 我 我今天喝二呼了 咱们明天再谈 行不行啊 明天 我再 把那几个问题啊 好好的 再理一理 行不行 那好 来 明天我等你的电话 啊 一定 这样吧 明天上午 你给我的秘书打个穿呼吧 好 明天下午八点钟以前行吗 好 穿暖和点 来 请 来 来 来 行上车 慢走啊 慢点啊 再见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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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咱们大伙一块动手 咱们这个为老人煲饺子 记得我小时候啊 老年底就看见过年 到了这个腊月初八 和喇叭粥 年三十就怕你吃饺子 是吧 饺子里放铜钱 你们包过了没有 包过了 记得我十六岁的那年 我生了一条大命 大年初一吃饺子 一切我吃出了八个铜钱 都是我爹妈和我的姐妹们 怕我的病跑 把包了铜钱的饺子做个技跑 煮好了一货 我特意放在我的碗里 哎呀 那顿饺子啊 被子忘不了 来 我说啊 看看 这饺子怎么样 有水平吧 加把劲啊 把原这顿饺子啊 倒在那边根 哎呦 我刚好漏 我妈咋 这馅儿啊 还挺香的呢 哎呀 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包子 这次 你去找 您出来 老魏啊 他小说说吃铜钱 你小说呢 我全部太 大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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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子 哎 我不能干什么 什么回事 市长 郭忠祥的保姆说 从而我们走后 郭忠祥也开车出去了 一直没回来 原书记 郭忠祥 郭忠祥也翻了 抽一口 哦 不抽了 我记了 怎么了 这么没经大才的 没有 怎么没有 我的秘书都看出来了 记者都看出来了 走 郭忠祥 不要有什么思想压力 我告诉你啊 这个省里还是信任你的嘛 郭忠祥没告诉我 一边 查你的问题 一边 再查中央的问题 中央的问题 还是要由你负责 这是省里的态度 非常的坚决心 中央的结论性报告 已经出来了 也可以推倒重来 怎么呢 我想到此为止 怎么 到此为止 你成熟了 我真的觉得你成熟了 我觉得你啊 千万不要背什么包袱 让他们查就好了 一大点查吧 是吧 我提拔的干部 绝不会出这样去 你知道 这是在打我的脸 我不会等闲适职 谢谢你 连书记 高城啊 在这个时候 要格外的抖操精神 你是医师职场是不是 你给我挺直腰杆 硬气点 什么也不要怕 懂吗 我明白 我跟你说啊 好 我 你吃苹果 谢谢金长师 每天最少 最少吃一口 今天 收集时间了 我来做事 好 就能跟他做得上 哈哈 哈哈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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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看我这弟子 说得怎么样 一样 一样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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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万书记谈过没有 你怎么说 谈了几句 他好像比较冷淡 是吧 嗯 万书记 小事 听起来严正的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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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坚决站在你们这边 嗯 哎 你们看看啊 李高城市长包的是什么呀 啊 你们看看 这个 谁也不爱谁像 呃 片儿汤了吧 哈哈哈 你看看 我来 我来 我重新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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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深刻认识在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的建设中 反对腐败的极端重要性 加大工作力度 努力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第二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之中 紧紧的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 第三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位置 收拾争 喂 我是颜贞 姐夫 不好了 郭中尧跑了 什么 郭中尧跑了 喂 姐夫 你说怎么办呢 喂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李高成去了郭仲堯家 他连夜就没人了 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给您挂个电话 姐夫 您说该怎么办 郭仲堯会怎么样的 他会不会连自己也不要 豁出去啊 姐夫 一切都有可能啊 姐夫 他这些日子 恍恍惚惚的 好像 神经上有问题啊 对 他总是提当年 和李高成在中阳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郭爱珍那边怎么样啊 很难找啊 他很久都没有回家了 哎 你要找郭爱珍好好地谈一谈 另外嘛 每一每 可以把它放出去 到国外去 好的好的 行 姐夫 您放心吧 这事我马上就办 大家好 我叫李高成 是本市市长 在这里 我代表市委 代表市政府 向全市的五百万人民 拜年 特别是下 截日期间 仍旧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同志们 至于亲切的问候和敬意 在过去的一年里啊 在过去的一年里啊 市委 市政府 向全市的人民 都说了 世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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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市 外外的民主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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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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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莲 阿姨 回来了 是 咱们过年啊 你还没像现在这么热闹过 我刚一驾车 就闻到家里的年味了 来 我跟你们一起动手干 妈 您还生着病呢 先歇会吧 您就坐着 听我干 要看不惯啊 动力点就行了 尝尝我们做的年夜饭 明镜 妈妈回来了 你怎么有说话呀 妈 这话都让妹妹给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呀 欢迎借着收听见面 新年一时万象更新 持此喜庆节日 陕西咸阳505集团公司总裁 兰徽舞教授 录的怎么样 新年快乐 万事足异 平安的、传统公司总裁 完畅上 冯川连统公司总裁 我这边还有没有消息 没有 哦 不看了 再见吧 好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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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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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市长 您是不是回家看一看呢 去火车站 黑山的票有吗 有几点 一张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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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说话 别给我装死 我在琢磨 你怎么知道我去飞山 木头 飞山是你的老家 那儿有你一个 九十多岁的老母亲 你就忘了吧 有一年咱俩出差 到黑山下了车 我陪你去看了他老人家 你是个孝子 我知道这个时候 你最想去的就是黑山 你向最后见他老人家一面 不是吗 说 我 一 bak 你问我给严震 到底送了多少 是不是 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我说个的 说了 看他怎么判我吧 那就看你坦白的如何 我相信你能斗得过严震 干脆就把宝压你身上 那你还想溜 不溜 不溜我就没命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吧 那帮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得小心点 脑后长眼呢 再说吧 我现在 输家可归咯 人不人 鬼不鬼 我给你说实话 在没认识你之前 我们早就认识严震了 那时候我们都在中央 严震选中了你 当时我们心里非常清楚 只要你走了 我们就有希望了 就能再生一格了 说实话吧 没有严震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呢 也没有你的今天 也许你现在还不明白 当时我们瞒着你 给严震送了多少东西啊 没有我们物资上的大力支持 也许今天这个市长就不是你 我们干嘛要支持你呢 就是要你成为一棵大树 我们好成梁 没想到严震的位告我竟然会是这么大 怎么填也填不满 一直填到今天 直接的 间接的 能有好几百万 你信吗 不止吧 你说的是不是纯利润 拿国家数以亿计的资金当本钱 怎么能会是几百万呢 没错 我说的只是到他手里的钱 东阳就是他家的小金库 随意挥霍呀 为了这些钱到他手里 为了这几百万 几万工人 几万工人的一个大厂 好几个亿的国有财产 其实都被他当作本钱来用了 好几个亿呀 说白了 我们全是毁在他的手里了 这么大的一个纺织集团公司 全是因为送礼给送垮了 东阳 东阳就像他家的小金库 说用就用 说用就给扔了 我实在弄不明白 你哭什么 你靠着共产党做了官 发了财 赚了空子 发的那个大财 你那个小别墅 就只上百万人民币 你还得给我说实话 银行里 你的那个村子里 到底是几位数 除了你那个小别墅 外面还有几栋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坏 不管怎么说 我还算是个人 我跟你说实话 乱七八糟的全架上 也就六七十万 这个数 我算过了 也许是开出当机 也许是死刑 也许 是死怀 那 那 那就要看我的运气了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帮我给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哥 你听见没有 妈说赏一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身体不好 胡局长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是严书记叫我跟张老师姐去 我自己跟他说你叫我 什么事啊 我们是警察 张老师先生 请问您是您叫小点 我都要不要接受你 请您告诉我 aus According 在热泼这里 有没有人 不 wiele 比这个药 どう colorful 目黄 对 感谢观看